今天是什么 阿妹要来一次介绍三种 家民的米线美食 米线的口味和吃法很多样 冷热皆宜 大家不只是爱它 简直是上瘾啊 美南昆明 四季如春 这么好的气候 很容易让人食欲打开 米线更是昆明的一吃美食 听小乖乖唱歌你就知道了 昆明的猜调就唱出了日子里的米线日常 走走走来吃米线咯 肉片鲜嫩 米线爽滑 热汤浓香 用热锅来盛装米线才到底 李老板天没亮就出外采买啦 但是他最常去的蔬菜铺子没开 阿米嫂说 有理想的厨子都有点美好的偏执 果然李老板又 嘿嘿嘿嘿嘿 小锅米线美味秘诀在韭菜 自然生长 滋味浓烈 可以让小锅米线满意生香 而小锅米线呢 向来是一人一口锅来伺候的 正宗的小锅米线必须用铜锅来煮 因为铜锅传热快 并且不会使食物的味道改变 先往锅里咬一勺猪大骨熬着的高汤 煮滚之后放入鲜五花肉绒 等肉绒颜色改变之后 再放入韭菜 豆芽 酸菜等等 先煮先调味的一锅 热腾腾的米线 趁鲜趁热倒入碗中 早上来一碗一整天都很来劲 市场里不起眼的角落里 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长长的队伍 它们排队等待的就是这一碗甩出来的 豆花米线刺客妈 主要的配料 豆花要有豆香味 还要有点弹性不容易碎 内觉是豆花要先过水让它更有韧性 而另外一样重要配料 辣椒酱 用的是云南知名的秋北辣椒 皮辣 紫香 油脂含量高 磨砂坊后有一波 辣香肆意无可比拟啊 米线烫过之后放上冬菜 酱 韭菜末 花生 还有鲜辣爽口的辣酱 再舀上一大勺的豆花 往上啪一干 白嫩的豆花与鲜红的辣椒酱 让人很想一汤匙挖开喷香 就像是切蛋糕的第一切很有快感 软滑米线沾满韭菜清香 搭配冬菜的酸爽口感 简直是绝妙搭配 对对对 还要加上一勺杂酱肉碎 这碗结合着菜香 肉香 豆香 米浆的豆花米线 终于上桌了 味道蛮便宜的 小杂的味道 这很好吃 阿姨忙着吃 没空连夜 赶快来看下一道啦 王大叔的过小米线 在汤头及配料盘上很讲究的 没错 一碗好的过小米线 关键是汤头 放入老鸡 老鸭 猪大腿骨 火腿骨 先用小火煮沸 把骨头里的胶原蛋白 软磷脂和类黏蛋白熬出来 最后再用一小时给它大火冲汤 秀啊 熬过八小时 一锅上好的乳白色高汤 完成大吉啦 你别看表面漂浮的一层油脂 看来很平静 其实底下的高汤还在沸腾 而这锅小米线有三烫 就是碗烫 汤烫 油烫 有热三分鲜 那么你吃了以后呢 就会感觉到味道非常的鲜美 如果是你这个碗比较烫 烫冷的比较快的话呢 这个米线吃下去这个鲜味就会减半 糖头二号配盘也不能马虎 这锅小米线配盘还分昏碟跟素碟 昏碟装的是切的超薄的 鲤鱼片 鲤鱼片 鲤肉片 火腿片 为了提升多样口感 还要加入酥脆的脆哨 就是熬猪油时剩下的脆香肉干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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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炸鸡块跟炸油 素碟则需要自补皮 韭菜 香菌 香菜 榨菜 和鸩蠢蛋 一整盘伺候咱们刁嘴的吃客够意思吧 锅小米线的吃法有个秘诀就是 鲜参 鲜参 鲜鱼 鲜蛋还有蛋黄 蛋清 鲜蜜备用 把鲤鱼片 鲤鱼片 鸡肉片 火腿片 连薄片 拌入鲜蛋清 这叫鲜香 可以让肉片鲜嫩 再放入素碟的配料 一阵阵香气扑鼻 像竹火锅一样好热闹 最后 虾米线的时间到了 噢 搞那么久 总算可以吃了吧 同学 这美好的画面是送给哥哥大 黄大厨也笑啦 今天是什么 放心 下次带你再去找吃的 Bye